台南市政府六岸驾驾一百亩五年 成立新安乐佛安慰家族 由通宜企业高院医院公司 新市匠作为核心企业丹营家族领土洋的角色 这是通宜企业在台南市来成立的第二个安慰家族 以大小小的方式来协助家族循环 改善工作环境 透过母鸡带小鸡的概念 以及教育困困练 出属家族循环定 这个安全卫生的统组织循环 可以更加成分了解抑制危害困练的重要性 来维护这种安全 建立更加完成这个安全卫生体系 保障每一集的路线安全 依然那条市长建国希望加上市政理念 安市政府路红丘五所顶国长 第十标识 会局长跟客长都没有办法过来 但是他有特别教权说 非常肯定我们大家的努力来 但是也是希望说 就是只要没有追好 就是大家要尽量做 我们就要做到越来越好 大家希望 那这两天真的是也是 雨室非常的大 那昨天骑摩托车出去 那很多那个坑坑洞洞的地方 很多积水 那个汽车一过去等了趴 水都溅起来 好像瀑布一样 就真的很危险 所以大家这两天如果是雨室比较大 大家要在通勤的部分 也是希望大家能多多注意 希望大家都是平衡的 都是天天堂堂的这样子 通过去那星期唱董舒淇 地鼠标识 我们新安乐磨家族的 我们这些伙伴们 我想今天 我们很高兴 有这样的机会 到我们新市总场来进行交易 我想之前 因为疫情的关系 都让大家跑到那个 雨宇场上去上课 那今天到新市总场来 我想 希望在这个会议的场所 让大家能够 学到很多的东西 那这次的 整个的一个 课程的安排 我想也很精彩 那我想再首先 我想还是要谢谢 然后恭喜这边的一个安排 整个安乐家族 后续的整个非常多的工作上 能够更为稳健 那也更为成长 那大家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 安全的工作上 能够 让我们 随时都是安全 提升我们整个的一个公安文化 我想 这个部分也跟大家共鸣 那也 预祝我们今天的整个 教育训练的一个活动 能够圆满 那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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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更叫王思基 教掌 感謝 老师 和老师 尽管大家的感觉 这些灾害 发生 和促进 更加安全 和健康 以上是 各方面 的 五更加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